朋友们,帮我看看我是不是种错菜了。 就是这种青豌豆,打算吃豌豆煎的。 你好,我是吉儿,今年种的豌豆煎,处须长得很壮,叶子长得很小。 往年用的是荷兰豆种子,处须少叶子大。 看到有人用青豌豆种子种豌豆煎,我就试一下。 没想到,和旁边这些荷兰豆相比就差很远了, 荷兰豆的处须不茂盛,叶子更大更水嫩,这些荷兰豆是等着吃豆子的。 还是先掐点青豌豆煎,看看口感如何吧。 掐完煎后很快就会从叶子旁边长新芽出来。 如果口感确实不尽人意的话,就拔掉重新再种。 种菜就是这样,要多尝试积累经验。 刚好,准备做家庭版的浓汤煲,试试用它下面条, 尝尝这豆煎的口感,全部煎掐完了,处须比叶子还要茂盛。 现在开始做浓汤煲,真材食料无添加。 一斤猪皮,刮洗干净焯水后,切小片更好释放胶原蛋白。 两个土鸡架洗干净焯水切小块。 两斤猪磅骨,也是洗干净焯水。 一把生姜去腥,慢熬两到三个小时。 煮到肉烂汤白便粘稠就行。 捞出骨肉,可以吃别浪费。 土豆粉已经煮好,豌豆煎也焯好了。 配上煎蛋,淋上浓汤煲。 按个人喜好,加调味料。 高汤粉条做好了,我先尝尝。 高汤味道浓郁鲜美,豌豆煎也有豆香味, 但触须纤维比较粗,口感没有荷兰豆煎好。 一共做了两锅,过滤一下放容器里。 放冰箱冷藏凝固后,脱模。 切成块,方便以后使用。 自制的高汤,真材实料美味营养高。 用保鲜袋分装后放冰箱冷冻,可以吃很长时间。 这家庭版浓汤宝做的时候没加调味料。 方便以后煮面做汤炒菜都可以。 味道特别棒,超级好。 特别适合没时间熬汤的上班族。 美味高汤,可以弥补一下口感比较粗的豌豆煎。 明年再也不选这种种子了。 做好了,放冰箱冷冻,以后随用随取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